再来关心地方的消息 日赛乡立图书馆2020年全面完成大改造 不过增设电梯还有二楼外墙建物 还没有取得使用执照等问题 也成为民众很担心的问题 乡长吴万德上任之后他也很重视 积极向客委会争取客装文化发电机的计划 预计2000万元的计划经费 要全面提升优化乡图建物的设备合法安全性 提供给民众真正舒适安全的阅读环境 2019年赤字1000多万元 在隔年2020年完工启用的瑞瑟相利图书馆 环境空间简约明亮又舒适 不过当时真实的电梯以及二楼外墙建物 使造问题为解决而暂时不开放使用 民众笑称设备居然是装饰品 成了唯一美中不足之处 我们现在是要用在图书馆的楼梯和电梯 要和我们周边的一些设施 让我们有一个国家好的图书馆 积极推广乡内阅读风气的乡长吴万德上任以来也高度重视 从去年就积极向客委会提报争取文化发电机将近3000多万元的计划经费 来进一步改善图书馆的阅读环境 我们感谢我们的科委会 有让我们这一笔的经纪 我们现在在那个阶级的用这个文化发电机这个阶级的阶级 我们在社会 我们现在目前的工作已经压销完成了 现在担好平定又核定 因为我们目前有3000多万的经费 我们要改善我们就像我们的楼梯 我们的一些文化的东西 我们一并在改善这样 乡公所全力向上争取计划经费来优化乡丽图书馆的设施设备 不过乡图外墙的建物以及电梯至今都尚未符合相关规定 为乡公所首要解决的难题 乡长无万得有信心 期盼透过文化发电机计划的争取足以改善 让乡图建物环境设施都能符合法规 提供民众舒适安全的阅读空间 记者是玉兰瑞色采访报导 好 哦 好